欢迎,再次欢迎所有按时按点来到咱们直播间里面所有的新朋友和老朋友 今天晚上呢,我们是给大家讲解赵孟甫三门记的一个章法特征 那么我把音乐关一下,咱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课程 后面来的朋友我就不一一点名了,或许还有的朋友还在吃饭 没关系,咱们一边等他们一边通过我们前面课程的一个回顾 一边找找大家的问题,解决解决,我们查漏补缺 来,我们今天的三个内容,第一个,我们要查漏补缺 前面大家交的作业当中还有一些是大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那么今天上课利用课前的一点点时间 我们要把这部分的内容给大家做最后一次补缺 为什么我要强调是最后一次 因为我发现我们的朋友们有一个重要的依赖性 我们很多朋友他知道我上课讲的哪些部分的内容 但是呢,明明在自己的作业当中没有按照要求去完成 但是他没有把自己最满意的那一份作业交过来 当成任务式的交过来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我也提出一个新的要求 什么呢? 就是从这节课开始 凡是我上课当中已经反反复复给大家强调的问题 如果你在作业当中是属于压根就没有听课 只是为了完成作业交的这种作业 从这一节课开始 这作业我就不再检查了 我只要发现你的作业是 你反正就是为了博取我的给你的一个点评 那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咱们也没必要 我也没必要盯着你一个人的作业 从头给你讲到位 学习的这件事情 我们本来就是公益课的性质 对吧 那如果大家太过于依赖 对自己不负责 那么我们之间 我们也我想呢 也没必要 没必要花过多的时间保留在这个上面 这是我给大家提的一点点小的要求 也就是说 我希望大家提交出来的作业 一定是你自己非常满意的作业 然后再交过来 然后我再根据你的这个情况 我会默认这是你的最好的水平 但是相反 我看到你的作业当中 是我上课讲的核心的重点 你压根就没用得上 完全是按照你自己的思路在写 然后完了之后 要我给你来修改的 这样一种作业 从这几个开始 我希望把这一部分的时间 花在我们更重要的 我们对待我们这一个课程 更认真的朋友 大家同意我这个观点吗 因为我这两周发现了我们有一部分 教的作业 它是纯粹就是没怎么上过课 没上课 可以说是没上课 然后呢 为了说自己 大概就是零一下 然后就把所有的内容都交给老师 让老师去评 是属于这样的一种学习态度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 我不再点评 这样一部分同学的作业了 这是这样一个 第一个我们要查了不缺 第二个 今天这节课 是我们赵孟甫 三门记的一个节课 这周我们会把赵孟甫把它截掉 下周会进入智勇 凯书 签字文的学习 所以今天这节课 我们要对志勇的 要对赵孟甫的这个篇章 进行一个研习 看看他在去学习章法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 可以被我们所借鉴的地方 因为赵孟甫的这件作品 它是一个墨迹 它不是碑 我们现在看到的章法服饰的布局 就是赵孟甫的原 章法和布局 因此对于我们来讲 它关于它处理字与字之间 行与行之间的这种关系 对我们的创作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个部分 进行一个总结 也好 进行一个学习也好 这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第三部分的内容 仍然是我们的作业的一个点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晚上的课程 我们直播间里面 如果还有没有给我们点亮灯牌的 麻烦大家左上角 点击小黄心进去 把我们的灯牌点亮 把灯牌点亮 然后对书法感兴趣的朋友 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 我看有没有 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 公平上飘一波一 麻烦大家把关注点起来 点一下关注 我们的课程呢 是公益教学的一个直播 课程我们总共将会为期四个月 在这四个月当中 我会带着大家共同去学习 传书 历书 楷书 三大书体的 十二种关于书法入门的经典碑帖 而今天我们的课程 已经来到了第八周的第三次课 这一周 我们整个都是围绕赵孟府的三门祭进行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晚上的课程了 好 那么首先 我给大家 要给大家做的是一个巩固和一个复习 那么按照我之前的方式和方法 我们讲 你去观察一个字 最合理 或者说领域一个字 最合理 或者最直接 最简便的方法 应该是你的这个字 写的跟贴的字 一样的大 是你最容易观测到的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 提出来的这些同学的作业 提出来的这些同学的作业 都是按照 左边是圆帖 右边按照你写的这个大小 把他把他俩放到一块 来给大家去讲 大家作业当中预见的问题 预见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个货字 第二个广字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两位同学写的 这两个字 大家看一下 从你的这种对比的角度上来讲 你发现他的问题在于哪 他的问题在于哪 你看到这个字跟这个字之间 有最核心的差别是什么 导致这个字不像也好 或者说零的 不那么具有造体的特征也好 那么请问 大家觉得 这两个字都犯了一个重要的毛病 这个毛病是什么 咱们直播间里面有同学看出来了没有 有同学看出来了 把你觉得不妥的地方 打在咱们的公屏上 锻炼锻炼自己的眼力 提升提升自己的 对于你去观察这个字 跟铁之间的这种差别的能力 这叫独帖 这叫独帖 你看都看不出来 你看都看不出来 那你根本就不要想说 我能够写的像与不像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 关键的问题在于呢 关键的问题是你连 你跟铁之间的差别 你都找不出来 你想想 你找不出来 你还能写得出来吗 我看公屏上有朋友写的 有人说是中公 有人说是自视 那么 大家看到的问题 看到了中间的一部分 看到了中间的一部分 我经常评判 我们同学的作业 我有一个字 叫做平 平等的平 我说你的作业写平了 写平了的含义是什么 写平了的含义 是不是说 你这个字该紧的地方没有紧 该松的地方没有松 位置平 这个平不是指的你笔画平 是你整个带来的气象是平的 以这个 左边这个字为例 左边这个字为例 明显的话 我们来看到这个字 它的 这个里边 是不是收得很紧 可可 把咱们的灯牌点亮一下 这个地方收得很紧 然后斜钩 然后斜钩 写长 让这个字形成中间收紧 而外围生长的这样一种 疏密 对比的事 同意吗 那么看到的这个点的特征 是不是说 它这个里边写大了 而这个斜钩 相反就是这个斜钩也写短了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个点 这是它的大问题 小问题 咱们就不说了 咱们总结 先总结大问题 接下来看 接下来看第二个广字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广字 它是不是同样跟这个货字是一样的 里边这个黄 它收得很紧 而外边这个广 它打得很开 对不对 那么因此来讲 这个两个朋友写的字 都犯了同样一个毛病 叫什么 平 你把它的疏密关系 我们讲 疏密关系出了问题 该放的地方你没打开 该收的地方你没收紧 那么如果说 这个字咱们要来改 应该怎么样改呢 我们一起来改一下 我们一起来改一下 先来看这个货字 那我要改它的话 是不是只要把里边的这个部分 把里边的这个部分 咱们把它写的怎么样 咱们把它写的相对而言紧凑一点 对吧 我写小一点 我就迅速的大概 大概图一下这个笔式出来 那么这是我们从欧体就意识到的 这个地方是个中宫 对不对 你应该把中宫收紧 才能够体现出这个斜钩的伸展 你中宫就收大 你斜钩还不拉长 你这个字一定会是一个大肚婆 挺着个大肚子 我把这个字大概的写一下 你看从你这样的对比出来 这个里边有一个向上收 从你这样对比出来 你是不是就可以非常迅速的看到 你这个字跟这个字之间的关系 对吧 把这个部分缩短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部分 把它写长 把它写长 你来看一下 就改一下这两笔 你看这个字的精神面貌 是不是要好很多 所以大家看好没有 你这个字的疏密关系 如果写得过于平淡 这个字的精神面貌 会大大的落化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字应该怎么改 很明显你可以看到 既然我要内收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横之间的这种距离 我要把它拉短才行啊 对吧 我们把横之间 你看你 这个朋友在写的时候 是不是把横之间的距离 把它拉得太开了 没有压着中间这部分走 对吧 你中间这部分压得不紧 我们还讲了 它的特征 你看到没有 它的特征 你看到横的关系是什么吗 它不是平行等距的关系 它是向某个点收缩的关系 对吧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 就不能把它按照平行线去写 你看 把纵向的笔画把它全部使 收缩起来嘛 对吧 把纵向的笔画把它全部收缩起来嘛 你看中间再往上写 那么都往里边挤了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字的疏密关系就好很多了 在这个两点 你看赵孟福的原作当中 它这个两点压得多近啊 大家看到没有 而且你看这个笔画 它是不带任何的拐弯的往下走的 你看它就走到哪来了 我同样放大之后 你看这个字它走到哪来了 它这个横画 这个撇画跟这个点画 两点之间 它有存在一个高度差 而我们朋友们看 写的 你看它原来的这个 完全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写平了 把它写平了 这是我们犯的第一个容易出错的地方 就是疏密关系 就是我们的疏密关系 疏密关系没有注意 所以大家在某种程度上 我感觉大家 没有做出来的时候 大家应该把握好一点 就是你尽量的 还应该把这个写的怎么样 写的夸张一点 把它写的夸张一点 也就是说 紧的地方 我可以收得更紧 而张开的地方 我可以扑张得更开一点 让它这种对比关系 更为的强烈 这是第一个 大家出现 作业当中出现问题的地方 或许我在选择这个字的时候 没有选取你的字 但你的字 或许恰巧就应该有这个问题 我们的朋友们 要做到的是 学会自己去判断 自己去找自己的问题 当你实在找不出问题的时候 你再把作业提交到我们群里面 我再帮你改 我再帮你提交作业 这才叫有效的学习 而不是说你一开始 把这个作业弄过来 管它三题二十一 写的啥样我不管 反正交给老师 我讲了从这一节课开始 你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 对待这个课程 那我也会以什么样的态度 对待你的作业 咱们之间来一个相互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组 看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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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字 跟赵孟甫的差别在哪 跟赵孟甫的差别在哪 大家看一下 以字 跟这个阳字 跟赵孟甫的原贴的差别在哪 请把你看到的差别 打在咱们的公屏上 你看到的差别 打在咱们的公屏上 咱们去说的时候 要注意 有一个朋友说到了核心 有一个朋友说到了核心 不要拘泥于哪一个笔画 那都是细节 看整体 看字 先看整体 不是盯着哪个笔画 这个笔画的入质角度不对 那个笔画的入质角度不对 好 有的朋友 两个字 就足够表达这个两个字的缺点 就是什么 就是重心问题 就是 哎 就是重心问题 赵孟甫的重心是在上边还是在下边 请问 赵孟甫的字 重心在上边 还是在下边 不会看 我现在就在教你看 不会看 我现在就在教你看 重心在下边的话 那因此来说 他要想把重心放下 要么 他就要把下边写大 对不对 要么 他就要把上边写大 压着下边 他才能把这个重心往下走 你想想 你想想 你的身子 你要想你的重心往下沉 你的腿必须要短 你的重心 我现在就在教你看 清淡 我现在在教 你不要一味地强调 你不会看 我在教怎么看 好 重心往下走的话 我刚刚强调 你要么就是下摆 把它铺开 对不对 你要么就是把上面写大一点 下面写收缩一点 不就重心沉下来了吗 大家看一下 左右这两个字 是不是恰巧 第一个字 就是把 铁纳把它拉开 铺开 让这个字重心往下走 第二个字是怎么做的呀 第二个字 是不是把上面部分写大 下面部分写收缩 然后让这个字的重心沉下来 那么我们要去改这个字的话 同样我们要去改这个字的话 是不是明显的 你看到 咱们这个朋友们 的这个作业当中 是不是明显 就没有把下面伸展出来呀 看到没有 你看 对吧 而且它下边 这个式还更重一点 再把它铺开嘛 铺大一点 然后呢 纳化把它伸展出来 你这个腿 趴开嘛 那这个字的姿势不就有了吗 这个字的姿势的重心 不就往下沉了吗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看 这一点 这一点 你在写的时候 是不是把它该长的地方 不写长 这个字就会给人的感觉 还是在平的范畴里边走 对吧 那么相反 你知道这个字的重心 往下沉的时候 你在写 这个几个笔画的时候 你就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得收着它写呀 你不能上边写大 你下边没地儿写了 怎么办 对吧 这就是你落笔之前 你就得把位置计算清楚 不是我把上面处理完了之后 我再写一笔看一笔 写一笔看一笔 它是一个整体 它整体是成一个三角形的姿势 而咱们这个姿势是什么 妥妥的一个长方形 我只是以这个字给大家来讲 大家在遇到其他字的时候 也应该要有这样的方式去分析 好 我们来看 好 我们来看 阳这个字 对吧 我们刚刚讲了 对吧 你看它的字的重心的处理 左边 它这个偏旁 它是 就像背着这个阳 右边这个部分 背着这个耳刀旁一样 所以你这个耳刀旁一上来就不能写大 你得把位置留出来 然后把这个部分的位置 把它写大 然后下边再收着它 这个字的重心才能往下沉 这个字的重心才不是上面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重心问题 记住了 我总结过了 赵孟福的重心都是往下沉的 所以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你看 这个字 这个字 它只有重心往下沉 它这个字才会成横式 如果它重心往上做 你看这个 这个做 对吧 它下边没有了 正常我们写 正常我们写 做什么写 我们是不是这样写 它下边没有了 对吧 它把整个的这个字 把它拉下来了 重心不就往下走了吗 你看它这个右字 你看它都不是贴得往上走 更不是在中间 它贴下边往下边坠 把这个是往下边坠 你看它的字的结构 你发现没有 左右结构的字 它通常很多时候会把它处理成 左高右低 为 为 归 归 明 看到没有 它都把重心往下边沉 看到没有 上面这个写得很瘦长 下边这个写得很宽 让这个字的重心下移 一般写高字会怎么写啊 是不是会把这写短 然后把下边伸展出来 你看中字 它都不伸展它的纵向笔画 而是把它的横向笔画拉开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讲解的 那个叫做平化宽节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平化宽节的字 给我们看到的 给我们带来的视觉感受 对于这一点 朋友们 看出来了的 理解了的 公屏上 调二 打666吧 打666 理解了这一点的 公屏上 调666 好 这个问题我就摆在这了 我再次把这个问题 把它掰碎的 摇戏了 打了666的朋友 都是认可了的 并且知道了 看出来的 那麻烦大家在写作业的时候 把这一点把它用上去 把这一点把它用上去 好吗 好 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仍然是围了 围绕的是 我们现在坐在前面的 讲的重心也好 疏密关系也好 其实都在做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叫什么 叫破屏 大破屏的概念 第三个问题 那说明你上节课没认真听 我们上节课已经讲过了 再来看 再来看 那这一组 这一组 大家看到的整体的感受 请问是什么 做得不足的是什么 请问 看出来的 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非常好 刘光又看到了问题的根本 刘光又看到了问题的根本 刚刚也是他总结出来 说明他独特的这种能力 很强 你看到没有 这两个字 跟元界之间的差别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是不是还是平 而这个平 是因为什么带来的呢 是因为 没有了 轻重 少了轻重 你看 是不是字内空间 和字外空间都一致 而我们讲这个字的时候 我有没有强调说 第一 他的字式的外轮廓的形状 对吧 这个是 往外 我用这个会好一点 我用这个会好一点 稍等一下 用这个再去 画会好一点 会画得清楚一点 那么这个地方 我等一下 把这个 重新 A一下 然后去批住 这样会好改一些 他的外轮廓 是往外拖的 捂起来的 你看这个朋友 直接就把它干成一个直的 非常直 而且 关键还有一点 是什么呢 还有一点是 他除了 是往外走的 他还把这个笔画 写得贼粗 发现没有 他还把这个笔画 写得贼粗 而我们的呢 是不敢写 还是怎么回事 你看 这个地方 他是有轻重的 把重 轻放在前面 把重 铺开 压下去 你看 他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写得多厚 写得多厚 你看 我只改外轮廓 我把外轮廓 一改出来 你自己看一下 这个字 你自己看一下 这个字的姿势 是不是 就有轻重的 这种差别 这种差别在 是不是 这个字的感觉 一下子 就提炼出来了 你老把他 都当成 一样的线条 同时 我们在讲 拜托 大家去写的时候 你看出来了 要去夸张地表现他 你把他写得粗一点 你把他写得再提起来一点 让他轻重关系 有差别 再来看这个 你看 其实 他的外轮廓 我讲了吧 我讲作业的时候 讲了吧 他的外轮廓都会写得很厚重 里面 你就把它写轻嘛 你就把它写轻一点嘛 写细腻一点嘛 这能看出来吧 你能看出来 他的这个里边写得很细吧 这个还得往上写一些 你看 他的这个部分的空间 压得多紧 对吧 我这个还都没有压紧 我都还没有压紧 你能把他写扁吗 把他写得往上斜吗 你下面不就不会那么挤了吗 把他写轻一点吗 我们 这个现在目前来讲 还是非常独立的线条 要求你去做轻重 还没有在一根线条里边 要你出现轻重的变化 比方说 我们今天就会碰到 你看这个极字 一根线条里边 有轻 有重 还有弧线 还有转折 你遇到这种线条 怎么办呀 涂成一团吗 对吧 所以咱们朋友们 观察还要做得更仔细一点 观察还要做得更仔细一点 这是咱们朋友们 前几天的作业当中 我挑出来的字 多多少少 每一位朋友 你回去看你的作业 都在这三个方面出了问题 而这三个方面出现问题 不是只有三门记事这么看 所有的帖 我们都应该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来看 这叫什么 这叫独帖呀 这叫独帖呀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写得不到位 可能原因是出在了我们独帖不够 而今天我又给大家讲了 怎么样去独帖 独是独哪些方面 无非就是轻重吗 对吧 重心吗 以策嘛 对吧 我们讲 我们讲这个 传书的时候 是不是就把这几部分关系 给大家提炼出来了 我们现在在做的 无非也就是重复这些关系 对不对 只是书体换了不同而已 但是它的训练方式 就是大家的眼力 就是通过对这些东西的观察 提升上来 对吧 我们说一个书法玩家 毕生修炼的两门功夫是什么 第一个是提高你自己的控笔能力 第二个就是提升你的眼力 对吧 控笔能力是你自己手上要玩的 眼力 是你的审美 和纸笔姿势有没有关系 应该目前来讲 和纸笔姿势不会有太大的牵连 不会有太大的牵连 不太会独帖 不太会看重点 那么就请认真听课 我们每节课 讲课的时候 都把这个字的重点 看出来了 而且我在讲这个的时候 也一定不是今天 才给大家讲这个内容 只是大家没有重视起来 只是大家没有重视起来 那你比方说 我们再回过头来你看 你比方说 随便给大家找一个字 看这个惠字 看这个惠字 有轻重吗 有轻重吗 请问它最轻的是哪里 请问它的轻放在哪里 看得出来吗 惠字 轻的是哪两个比划 是不是撇纳 是不是撇纳 为什么要把撇纳写轻啊 是不是为了增强下部的分量 让重心往下走 让我们的视觉 关注点在下边 对不对 它的目的 对吧 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惠字和这个枝 有明显的轻重对比差别 有吧 这不难看吧 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枝 惠字打得特别堪 它旁边的枝 有意的收缩 这就叫张法关系 你写的大 我就得写的小点 大跟大放到一起 他们俩会 撞 他们俩会撞 同样 你看 这个字 它写的轻巧 所以这个字 它可以写的重一点 有没有 再来看这个字 再来看这个字 我们一般的人 写妙字会怎么写呀 我们这个撇 绝对不会写的这么平 它会往下走 它为什么要写的那么平啊 目的是什么呀 目的不还是为了把这个字的重心 拉下来 那这些关系 是不是就是我们在灵帖的时候 应该着重注意的重点 是不是你所有的笔画在写的时候 都应该都应该要有这些关系 作为前提 你才能够把这个字帖的精髓 抓得住 而不是泛泛的去写 你来看 你看这一片当中的字 这一片当中的字 你看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关系 你看 这儿有一个极字 这个极字 你看 它是完全是能够把这个字放大的 那为什么 它又写小呢 对吧 你一对比你就发现了 它右边这个 因为它写小 所以右边的这个部分是可以放大来写的 同样 我们再来看 它的字的伸缩关系 你看这个奥子 是不是跟椅子有一曲同工之妙 它是不是往上 你看它这个撇 它能写到多细呀 几乎可以不见 然后把下边的大伸展起来 目的是什么 不还是为了它的重心往下移吗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举一反三 我给你讲一个点 你碰到类似的字 你都得按这种方式去处理 才对 而不是说 我交了椅子 我会写椅子 我碰到其他的字 我还按照我原来的方式去写 你看 褶子 重心下移怎么做的呀 一般的人会写这个褶子怎么写的呀 他是不是会把这个日子 把它写长一点点 你看看欧阳荀的 你看看欧阳荀的褶子 是不是会把日子写的长一点点 来让这个字的重心往上移 赵孟楚 为了强调他重心下移的动作 怎么做的 把日子写扁 缩在了上面 的部件的里边 这是其一 其二 这样缩在里边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感觉头很大 上面压着下边的东西 所以他才会形成这样的感觉 对吧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你看看他的字 你看看他的字 像这种感觉的字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 感觉上面要把下面压住 所以下面他得极度的伸展开来 这都是可以通的 这都是可以通的 所以大家在去灵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些东西 贯穿在你整个灵帖的过程当中 好 那么如果大家有一点点感受了 我们今天接下来 我们就来 领这个帖 领一下这个帖 我们讲 赵孟楚的三门计 对吧 长度大概只有33厘米 上次我们量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每个字的大小可能不足5厘米 对吧 不足5厘米 所以有条件的朋友们 有条件的朋友们 我推荐大家 我建议大家 用等大的字贴去灵 如果没有等大的字贴 我们给大家 给到大家的 我把特写镜头打开一下 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 里边的东西 我们给大家发的高清版的字贴 朋友们是可以放大的 请大家放大对照着去写 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帖呢 是这样的 这是它的原作 是横卷 它是一个横卷 所以你在灵的时候 你注意了 你要灵的时候 你差不多可以找一个 大概四尺对开的纸 用成横卷的形式去写 耐心的朋友 把格叠一叠 再耐心的朋友 把格画一画 按照它的整个张幅的形式 整个这样的一种张法的形式 去仿一仿它的这个作品 本身字数也不多 你看每一行也就八个字 你有个一天两天的时间 你也能写得完 传书我们也写完了 传书我们也交完了 也是有高清版的给你对照着 你何不如把它淋一淋呢 对吧 找一个四尺的纸 把它淋一淋 形成一件自己的作品 我相信大家做了这一步 会不管你写的怎么样 你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非常的有成就感 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东西 我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起来 你照着 整体布局我也都给你看了 是这个样子 那你就照着它去写就好了 好 那么接下来 原作是带格的 但是我给大家的这个版本呢 里边是不带格的 里边是不带格的 但是没关系 上面这个图是整个都是带格的 看到没有 然后我提醒大家 大家看一下 我们很多朋友在写整体作品的时候 有一个误差 这个误差是什么呢 总喜欢把上边和下边都留出来 大家看一下古人的作品 上下是不留的 看见没有 顶着上下写的 或者留的非常之少 那么请大家以后在写作业的时候 上边就不要留 为什么呢 你留出来的那一点 不是你干的活 那是装表师傅干的活 所以这一周 这一周 看哪位朋友 哪位朋友 有心把这个作品能够零一零 整个次数不会太多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零一零 这个先关掉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写一下 这件作品 那么今天我选择的这个纸呢 是七厘米的格 是七厘米的格 相对比较小一点 七厘米的格 稍等一下 这个比上水还比较多 把这个水弄干一下 好 那么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字来 一个一个字来 第一个 第一个 盖子 大家看到没有 它仍然是在我们的这些关系里边处理的 你仔细你细看一下 你细看一下 这三个横之间绝不是平行等距的关系 你看 一般的人 你看一下 一般的人 他为了让这个字的重心往上移 他这两点 他一定不会写得大 赵孟甫是要突出下边的 所以他一上来这两点就写得很大 跟那个阳字是一样的 水有点多 再调一下 所以大家在写之前 一定是要认真的先把这个字 它的感觉给观测到位 然后再去写 你看 上面两点重 下边是不是就是轻了 是吧 轻 再 有点音 关系 先写一会儿 好 再往下边走 它就有轻重关系在里边 引起来 写平 左边长 而右边短 一群今天的字条 少发这条 只发一个吗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稍等一下 一群里边 看一下 一群 两个发的相等的是吧 我从别的群再转发一下过去 都发的是 都发的是同一个 每个群都发的同样的 我先看到 看一下 对 都发的是同一个 稍等一下 我再发一下 别的群也是重重的 我看到了 看到了 稍等一下 我把它发进去 发一下 它的时候没留意看 稍等一下 现在这个还发不了 只能等下播之后再发了 因为原文件就是发的两个一样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边写 再往下边写 给它电脑上去发才行 大家先看我写了 切笔动作 是方的就要写得更方一点 是方的就要写得更方一点 自成横向发展 因此呢 因此呢 纵向笔画 咱们就不能写长了 对不对 你就得写短一点 像这种笔画 它是一次性写完的 今天这个毛边纸 为什么这么阴呢 下边的这个笔画 写得非常的轻 写得非常的轻 轻重 关系之间的搭配处理 他没有把所有的笔画都写得一样 接下来看 位 左边高 右边低 这个横 看得出来吧 非常的轻 那我要想它更轻 我既然看出来了 我可以做一点点 怎么样 夸张 我把它写得更轻一点 然后下面两横 然后这个里边 你看 左右之间的这种搭接关系 把左边把它写得压在 把右边压在左边的里边 红 红 竖 好 你看这个地方是间入的 这个纸为什么这么阴呢 好 再往下写 再往下写 然后撇纳 我们刚刚讲的 非常轻吧 把它写轻 来写轻 对吧 收笔没有很尖 咱们表的表现出来 然后刚刚有朋友讲了 它的关系是什么 从上面往下面越来越重 对吧 那我就要慢慢地加重 加重 加重 然后你看 它的日子 它就没有写得很长 而是往里边收 让这个字的字式 重心下沉 轻重关系 由轻到重的变化 好 接下来 归 左边重 右边轻 是吧 那我看出来了 左边我就得把它写重了 把它写重了 连接性 一点 好 右边往轻的走 你看 它的关系 仍然是怎么样 左边高 右边低 要写轻吗 我就把它写轻 这是一笔 你看 都是靠语言的动作 写出来的 写轻 左边重 右边轻 然后呢 左边重 右边轻 然后接下来 还是延续轻的节奏 还是延续这个轻的节奏 对吧 导致它整个布局当中 这一块是属于相对而言 比较轻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 再写这个极字 再写这个极字的时候 它可能又能够把这个字 怎么样 重下来写了 接下来往下写 平切 提起来 再提起来 你看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仍然一直在做一个破屏的一个动作 你看 它是不是也是跟欧阳荀的中弓是一样的 它这个木字旁横竖交叉的点 这个竖是往里靠的 然后我讲过怎么样 凡是要进行笔画 笔风的转换的时候 这个笔得提起来 提笔才能换风 你不能一直压着这个笔画 重心往下走 它这个柚子就压得比较低 压得比较低 然后几个点画 提起来 提起来 再顿笔 出钩 每一个笔画 用笔 你的动作一定是要能够做到位的 接下来 这个节奏 你看 它的节奏 从这儿开始慢慢地轻 然后呢 它的节奏应该是从这儿开始做 从这儿轻 慢慢加重 这个重延续到了这儿 到这儿变轻 轻轻 逐渐地加重 到最后这个锁字这儿 重量 最重 然后锁字 你看 一件作品当中 同样 相同的字 它一定会做不同的处理 所以你看这两个锁字 看见没有 做了不同的处理 而这个锁字 下边部分 简直就是形书 一笔完成的 简直就是个形书 一笔完成的 我把这个字写 顶 换风 顶起来 提 顶起来 收 收得非常的紧 这笔画收得非常的紧 你看到它的节奏的变化 它不是平的 它不是所有的笔画都是一样轻重的 它有节奏变化 好 再写 下面这部分 你看这个位置跟刚刚的那个位置就不一样 注意 入指动作的不同 入指动作的不同 那么你在观测之后 你在写的时候 我不说你要看远了 你至少要去看你右边写完的这一行 跟这个字是属于什么样的关系 你看赵孟福是怎么处理的 看到这一行明显是要比它低的 它不是对齐的 这也就是我们的楷书 跟我们的行书 草书最大的一个区别 它要学会去错落 你看它的这个重心 降得非常之低 降得非常之低 注意 注意入指动作的不同 这是个弧线 这是个弧线 切笔顶上 这又是一个圆笔 再继续顶上去圆 我动作写的很慢了 你看 这个动作 它是方的 这个动作 它是方笔 看得出来吧 这个动作 它就是圆笔 方圆的搭配 它不是上下都是 折一下 下边再折一下 它不是这样的 它有方圆之间的这种搭配 所以这个字感觉起来 会非常的协调 非常的好看 然后你再看 它的两点 两点 一个点是往上走的 一个点是往下走的 它绝对不会写成 两个点都是 直接这样往上的 这样就很呆滞 这样就很呆滞 赵孟甫的字小 但是它能写出来大气象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 这个重子 重心在哪 在下巴 它仍然是把下边部分 怎么样 把它拉开吧 你看破平衡 怎么破的 这两点 空间分割关系 不是在里边的正中间 靠右写 又在破平衡吧 好 重心往下 纵向笔画缩短 看这个里边的数 写的非常之短 接 再短 再上去些撇 然后把这个点画把它伸长 让这个字的重心往下压 让这个字的重心往下压 同时你看 这两个字的关系 它比 它就能够伸展出来 它不会把这个地方显大 如果你看整个篇幕的时候 你这个字跟这个字一样大的时候 你这个字会显得比这个字更大 因为它比划少 我讲过 比划少的字 如果你写的跟比划多的字一样的大 那比划少的这个字一定会显得 视觉比比划大的字更大 接下来看 庙子 接下来看庙子 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庙子是怎么做的 往横向走 对吧 换封的时候把笔提起来 撇非常的长 为什么撇长 撇长是增加它横式的笔画 所以它可以写长 来看 这个字 左边重 右边写的轻 接下来这个笔很关键的 翻上去 藏风 往平的方向走 你不要往下走 往平的方向走 往横向去写 接下来你看 这个是相对而言延续轻的 那这个字 写小 那么跟这个字形成一个视觉差 把它写的 收 但是呢 它可以把它写的怎么样 重一点 写的重一点 这个字 整个章法之间形成一个错落的感觉 好 再来 接下来看 这边都是轻的节奏 我们刚刚分析了 这儿这儿这儿都是由轻到重的节奏 那你看 它这个部分 就是一直延续的是重重重的节奏 又在破屏吧 它来回来去的就是在 在这些里边 倒是吧 你看 这个门字 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它是要比我们的龟子 要重很多的 那 表现出来 重心下移 怎么样 它上面就可以写大 上面就可以写大 出出来 把它写重一点 把它 重度提起来 让这两个字之间 明显的有轻重对比差别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雍这个字 跟只这个 轻重上 我们就不讲了 看 它的字式上 这个字的字式 它就可以怎么样 它就可以拉长 因为它是别的 它可以拉长些 它可以把这个字式拉长些 你看 你看它的这个动作 是不是跟那个广子是一样的呀 方 圆 铁伸长 同样铁要回风 然后是下边的笔画 破平衡 它一定不会把这个线跟上面的线写的一样的 这种平行关系 你看这条线它就有点鼓起来 里边写青 再写青 看这个树 都不是直的 都不是直的摆在那的 都有一点弧度 都有一点弧度 看到这两个横 俯仰关系的两个横 一个横往上走 下面这个横往下压 对吧 这关系都是一样的 提上去 竖写下来 雍字 对吧 轻重之间有比对 轻重之间有差别 当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一件这样的作品 放到一起 再去看的时候 它就会有不同的层次 你再去看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你第一眼看到大感觉 第二眼再细看 它有轻重变化 对吧 它有笔画之间的这种抚养关系 再往下面走 看它每一笔 每一画的 入纸的角度都不同 那么这就是 欣赏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它一定会从这几个面 去表达的 看这个作字 比这个仍然是延续的 一个种重的节奏 但是呢 它比它写的小 你看它没有 两个东西没有写的一样的大 你看这个字 重心压低 看这个两个横花 往下边写 把它重心降下来了吧 好 下边 名字 啊 名字 仍然是 每一行 它都是 有这样的关系的 我不要你看远了 至少相邻的 横数之间 它的关系 你得看得出来 轻 活泛吧 这种用笔 重 你看 一个字里边 有轻 有重 那你这个字 层次感不就拉开了吗 层次感不就拉开了吗 那么这是我们 在灵 这样的一些 通天类型的作品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地方 我们时刻脑子里边 都应该分析 这个字打 洛比奇 这个字打 洛比奇 它成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 然后 我在写后边的时候 一定是要看前面的这个字 它跟它是什么样的 对齐关系 它跟它是怎么样的 收缩关系 再放到一个字里边 轻重 方圆 都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带着 这样的一种意识 才叫做灵贴 而不是我今天 只是简单的把这个 大概齐的把它抄一遍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你在抄的过程当中 就失去了 对于书法的 整体把握的 这样的一种理解 好吧 所以这是 我要求大家 从这节目开始 做到的 几个点 第一个点 拜托大家 交的作业 一定是你自己满意的作业 你才交过来 如果我一看到你的作业 你是 你的作业跟我讲的 完全就是相悖的 那我觉得像这种应付式的作业 咱们可以 不必要去应付我 没有任何含义 因为咱们的直播间也是开放的 很多朋友 私信里面会说 老师 我就是写不会 我就是看不到 怎么怎么怎么地 然后我回头一查 我可以看到这个朋友 我上课的时候的 在线时间 我通过你的在线时间 我就可以看得到 你到底是上了课 还是没上课 那你没上课 你来让我 再从头去指点你 去教 去解你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时间 也没有这个义务 好吧 既然我们是 打造了一个这样的课堂 那么我希望大家 都是想把字写好的朋友 才进来的 对不对 那么既然大家都想把字写好 那么我们就应该 共同努力打造一种 积极向上的 这样一种写字的这种氛围 而不是应付式的 好吧 所以这是我希望大家做到一点 所以从这节课开始 但凡大家的作业 如果是我看出来 是属于应付式的 那我直接这篇作业 我会略过 我不会点评这样的作业 好吧 那么还有一篇 这边还有一篇 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去灵了 这一篇 通常来讲 我会把这一篇灵席 放到明天上午 会放到明天上午来临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接下来的时间 第一 朋友们 提一提 关于这个三门记 现在还有的困惑 还有的不会的地方 还有哪个地方是困扰你学习的一个障碍 给大家时间提出来 我们一一做解答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在前面 灵了 可以把你的作业 不管是第一节课的 第二节课 第三节课的 不管是你哪节课的作业 都可以发到群里面 然后 稍后 我会把作业 只要交了的 都会一一的点评 只要交了的 都会一一点评 好 接下来 看大家 有问题的 把问题 打在公屏上 哪一点 哪一点是困扰你的 哪一点是困扰你的 看有没有 我们纪念以后 一节课的时间 不拖得太长 不拖得太长 大家把问题 如果没有人说问题 我们就早点下播 早点下播 大家把作业 可以把作业发到群里面 写的速度慢 怎么提升 速度快 或速度慢 的这个问题 快 是因为你熟练 你的用笔 动作能跟得上 所以你才能快 你前期对这个 铁不熟练 控笔不熟练 慢 是正常的 而且 要求慢 慢下来 你才有时间 才有精力 去看这个笔画的 入职角度 轻重关系 以侧关系 重心关系 你写快了 看不出来了 所以快 一定是你熟练的 基础上提升的 而不是单靠 书写速度的 加强提升的 你要怎么样 能提升呢 就这个字 我闭着眼睛 我脑子里边 就有它大概的印象 我就能快 起来 我脑子里边 现在连这个字的 大感觉我都没有 我是快不起来的 我们也主张 要慢点写 启功先生讲 要把楷书 当成形书写 要把形书 当成楷书来写 你们去看一下 启功先生也好 欧阳忠实先生也好 然后沙梦海先生也好 你去看他们 这种老一辈的 顶尖的这种艺术家 他们在创作 哪怕是形草书的 作品的时候 也是一丝不苟的 不是大家想想的 吵吵吵 两笔写完了 不是这样的 好 大家看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准备 去看大家的作业了 这样 我 大家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去把 另外一篇 另外一篇 把它发到群里面 好吧 大家稍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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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不会看重心 我以为只有一篇第二篇就更艰巨了 能再示范一下横的几种入纸的角度吗 这得到字里边去分析 这得到字里边去分析 你看得出来它这个比方说这几个入纸的角度 而这个字的入纸角度你应该看得出来 还是不会独帖是吧 我先把这个发到群里面发一下 独帖刚刚我讲了几种方法 按照这几种方法去读就行了 我把第一篇先发一下到咱们群里边 独帖的方法 独帖的方法我们在讲传书的时候 其实已经给大家讲过 恩变了 我们都是围绕的同样的方式进行的 我把第一篇发一下 好 收到了吧 三个群我都发了 来解决一个问题 字的重心往上和往下的问题 其实是要对比起来看的一个问题 你把颜真卿的 把赵孟甫的 因为我们上节课不是已经把重心的这个问题 给大家看了一下吗 找一下 上节课可可应该是没来 上节课我们讲这个字的时候也讲了 字的重心 你比方说 你比方 他说字的重心 这个字 我给你举个例子 宠物 你知道科基跟金毛的区别吗 你知道科基跟拉不拉多的区别吗 科基叫什么 科基叫小短腿 对不对 对不对 科基叫小短腿 所以它的重心是下压的 所以重心在下边 这就是科基 这就是科基 这是拉不拉多 区肠 那再往下走 这是科基 这是科基 重心往下摆 这是拉不拉多 看得出来重心吗 你看得出来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吗 能看得出来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你就分得清重心 你去观察一下拉不拉多 和科基的区别 或者杜宾泉也行 能看得出来 这就是重心的高与低 重心高 一定是会把上面缩小 把纵向笔画拉长 那 重心往下走 一定是会把纵向笔画写短 而把左右笔画 把向左右笔画伸展的笔画 把它写长 横式笔画把它写长 就让它重心下来 这是重心问题 好 然后 海上部落的第二篇 是吧 第二篇 然后 示范一下 横的几种入址的角度 这得看 这得看它的 哪个字 这得看哪个字 然后我找一个横多一点的字吧 找一个横多一点的字 你看这个椅子实际上里边就有 你看 这个和这个 它的入址角度的不同 入址角度的不同 我在帖里边看 看能不能找到 找到一个字 然后把它放大 来看一下 我找一个 找一个入址角度 非常 丰富一点的 你来 你来更多的感受一下 我来找一个圆帖当中 入址角度 它能够看得出来的 能够要找一个 就是它所有的都 这个入址都露在外边的 刚刚看到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 旧 这个字 这个字 还稍微有一点 我再找找找看 还有没有其他更为明显的地方 来 我看 以这个 这个字为例吧 我来把这个字打出来 找到这个字 我把这个字放大出来 稍等一下 我找一下这个字 看书 看书 走 来看 我现在把这个屏幕打开了 我来把这个字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个字 看这个字 来来看一眼 能看清吗 这次不能放大吗 能放大 能看清吗 屏幕上面能看清吗 阿让在不在 是阿让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吗 阿木缅 阿木缅提出来这个问题 看到这 这个里边有 一二三四五五个横 看到这五个横 你看它的入纸的角度 我把这每个笔画的入纸的角度给你标出来 第一个 第一个看 它的倾斜 我把它画出来 我就沿着它这个边画 第二个 首先你能看出来 这两个的方向有没有差别 再把这个画出来 你能看得出来这三个横的入纸角度全然不同吗 能看出来吗 我画清楚一点 那我就是贴了它这个边画的 我没给改它的入纸角度 那么这就叫入纸角度的不同 它一定不会是三横全部把它写成一样的斜的 你看 你看它的第一横 第一横 斜一点 切 走 收 第二横 第二横 稍微的竖一点 你看 连带过来 竖一点 让它有差别 第三横你看 接过来 它明显是逆入 竖切 然后走 从而形成的三个 笔画的 入纸角度不同 这叫 入纸角度的不同 然后你看 下边的两横 它怎么处理的 为了跟上边区别开来 你看 它上边都是相对比较方一点的笔画 而它下边的笔画能看出来吗 能看出来吗 是圆的 是圆的 你看 它就不是切笔 圆过来的 然后下一笔 又跟上边不同吧 它是 这叫细节 这叫它笔画之间的 入纸角度和方向变化 入纸角度 方向的变化 这点懂了吗 你看这个字 刚刚谁 可可 看重心的问题 怎么把重心 它这个字重心 怎么把它调上去的 我如果要把这个字的重心 改成 重心往上 那是不是 好不好看 咱们不说 我把这个字 要调成重心往上 我是不是 把上边把它写小 然后下边写大 比如说我这样写 好不好看 咱们不说 好不好看 不说 那么这个字的重心 是不是就往上走了 能看出来吧 那我要重心下压 对吧 我就得 整一个很大的东西 把上边都给它盖住 然后下边 缩在这个里边 重心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对吧 你看懂了没有 我说了 你要不就是 如何把重心降下来 你要不就是上面这一块要写大吗 你要不就是上面把它写小 然后把下边的重心拉大吗 那椅子 对吧 椅子 那不就是 把上边写小 接着再写小 然后再写大 那 那重心不就下来了吗 那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字 跟羊字 不就是一曲同工之妙的吧 把上边 写大 把下边 哎 缩着它写 那这个字的重心不就下压了吗 这个字的重心不就下压了吗 那如果我把下边 把上边写小 我把下边伸展开来 那重心不就往上走了吗 看到这两者的区别了吧 啊 不会的时候 想想科技和拉不拉多 好吧 啊 然后刚刚提出来的这个 阿牧 讲的这个入职角度的问题 现在明白了吗 啊 现在明白了吗 啊 OK 这个问题咱们就过了啊 就解决了 好 看看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把问题打在咱们的宫廷上啊 我们来检查作业啊 我们来看大家写的作业 发到群里面的作业啊 没有问题是吧 公屏上没有人说有问题了啊 那我就开始检查作业了啊 我会把作业打开了 开播以后的作业啊 我来看一下 横折笔画 写完折画的时候 写完折画的时候 笔风就调不正了 什么意思 横折笔画 写完折画的时候 笔风就调不正了 那是你写折画的 那是你写折画的时候 笔风 你没有调风呢 写折画的时候 你没调风啊 它不就不正了吗 比方说 比方说 比方说你是这样写的 啊 横 写出来之后 折 这要写折吧 你直接就是这样测下来的 那笔风肯定就是不正的呀 对吧 那你在这个 这个里边 你没有调风动作 它笔风肯定就不是正的 而我们讲的是 立起笔风 压下去 然后调风 然后再走 笔风肯定就是正的呀 你 不调风 直接压 直接侧着来 它肯定是侧风的呀 所以你现在写这个 羊字的这些笔画 你看 切上去 你得下来 你得有个调风的动作 然后再往下走 你不是直接下来 直接就侧着往下走 对吧 你有风 然后我们讲了 笔风的动作是什么 笔风是指的 什么叫做中风 是你笔画行径的方向 与你笔尖所指的方向 乘 正相反 叫做中风 我这个笔画 明显是往下走的 那我在行径的过程当中 我的笔尖应该是 往上指的才对 但凡不是往上指的 都叫做侧风 勾画如何写出尖角 勾画如何写出尖角 把笔提起来呀 要用笔的弹性 把笔提起来 他不就尖了吗 顶住 蓄势 蓄力 提起来 他不就尖了吗 提案动作 仍然是 仍然是提案动作 感谢大家的关注 然后群里面 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如果有第一次来到咱们直播间里的 左上角的小黄心 左上角小黄心点击进去 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学习 我们的作业和课程资料的发放 都是在我们的群里边的唯一的一种方式 我教大家怎么进去一下 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群里边的 现在 大家 教大家两个点 教大家两个点 第一个 第一个 切换我们整个直播间的清晰度 右下角的三个点 里边有清晰度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网络情况 自由的选择 选择 合适你的清晰度 我们的直播间是支持最高蓝光输出的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第一 第二 我们的整个的直播过程当中 有两块屏幕 一块屏幕是俯拍屏幕 另一块屏幕是特写屏幕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但是呢 我们的公屏会遮挡掉一部分的特写屏幕 所以大家在空白处向右滑可以实现清屏 可以实现清屏 看到完整的这个屏幕 然后直播间里面如果有新朋友 是今天第一次到咱们直播间里面的 左上角点击小黄星 可以申请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加入到粉丝群当中 选择大家都加到二群里边 现在不加人了 不加人了 申请加入到二群 美捷克上课的课程资料 以及美捷克作业的提交与点评 都是在我们的群里边进行 所以没有加入的可以申请加入进来 好 那接下来没有问题了 我开始点作业了 我开始把屏幕打开 我点作业了 首先来看第一个海上部落的 海上部落的 海上部落在不在 在的话我点到谁的作业 麻烦大家在公屏上打一个在字 或者扣一个一 让我知道你在 你要不在的话 你的作业我点了也没用 海上在不在 在的话打个一 在 好嘞 你的作业问题 就是典型的写屏了 你的屏是哪个方面导致的呢 是轻重关系导致的 是你没注意轻重关系 那今天我给讲的那个作业当中 其中有一个图例就是你的字 比方说你现在看到你这个字的固字 你还是轻重 做的不够 对不对 轻重是不是还是做的不够 你把它做的夸张一点 重的把它再压下去 轻的把它再提起来一点 好吧 这是你的作业的重要的问题 你的屏是因为轻重导致的 然后你看这个椅子 我们讲这个椅子 它两个横之间 它是有抚养变化的 那 你看它不是两个横 你看你的是 你就是两个 一 二 两个这样的横摆在这 它不是 它是有抚养关系的 它第一个横 你看它取的是原式 落笔成原式 然后往上走 让这个字的字式 它是往上的 让这个笔画的字式 笔画的笔式 是往上的 然后下边带过来 你看 你看 入直角度 这个就变成了切 然后它是往下的 然后拎起来的 它不是 两个这样的线条 对不对 它一定会有 抚养之间的这种变化 我给大家选择的字 一定是它在 截字或者用笔过的 那种非常精彩的地方 我才会作为代表 选择出来 所以你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 第一个 你要解决的问题 是轻重问题 那么轻重的这个问题 我跟你讲了 怎么做 把它夸张 我先问你 轻重你看不看得出来 轻重你能不能看得出来 能不能看得出来 元帖当中的轻重 能不能看得出来 能 好 能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轻重 把它夸张 第二一个 第二一个 把字的这种 比划的这种形态 它的变化 把它表现出来 好 现在你做一个件事 就针对于 以这一个字 按照我讲的三个步骤 去写这个字 第一个 重心 怎么体现呢 第二一个 轻重 怎么体现的 第三个 书密 怎么体现的 就只写这个以字 写了就发 好吧 现在你做这一步 你现在只写这一个字 只写这一个字 直到你写到了 这三个步骤 你都觉得 你自己觉得OK了 你发到群里面来 我们再看 好不好 你如果没有 觉得自己都没过 这几点都没注意 那么你就先写 写到你觉得OK了 就只发那一个OK的 好吧 发那一个 你现在去做这个事 你看 你看 圆圆的 极度的 平 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 圆圆的作业 极度的平 就是写平了 具体说过来 你看 比方说这个折字 对吧 我们刚刚讲过 它是要把下重心收缩 那么你把这个日子 就写的长了 它是一个别的 对吧 我们说名字 它的左右 结构之间的差别 都是左高右低的 你把它写成左低右高的 所以这个字式是不对的 再来看 再来看 你写的这个整篇当中 支 中 中能不能看 比支 小 非常多 而且是短小 没有了 这就是所 所谓的 你的东西 看起来 平 对吧 它的轻重 它的 以侧关系 它的枢密关系 咱们都 你比方说 我再来看 你这个傲子 你这个傲子 它的字式 你能看得出来吗 它把下边 极度的 放大 那么你放大了 但是你没有把上面 缩小 所以它关系是 它的关系是平的 你看一下 你在写整篇的时候 有没有观测好 这个字跟这个字之间的关系 你全部都是按同样的 把这个字称满格去写的 那么就会造成 你写出来的东西 过于的平淡 就让我看一眼 没有下文了 不会让我再去 你这个字 注意了它的枢密关系 你整天 注意到了它的轻重之间的关系 注意到它字之间的大小关系 而 高手 看是看什么 看的就是看 你的字之间的这种轻重 书密 你有没有做到文 还是按照同样的一个节奏去排布的 你看你这 整篇这样写下来 不错 很工整 但是仅此而已 再往下走就没了 所以你要加强的是 整篇去领袭 应该注意的那些方面 节奏 还要写得更加的精致 还要写得更加的精致 你单字的练习为主 那为什么一个字只写一遍呢 如果是单字练习为主 一个字我说了 至少写五遍呢 对吧 自己去把握一下 这之威你拍的 发个原图吧 你的看不清 之威 是发的是原图吗 这好了 看得清楚了 不用发了 不用发了 你看 这个羊字 有没有 问题在那 下半截写散了 它往里收得很紧 看到没有 团成一团 你把它打开了 整个字就散掉了 整个字就散掉了 你看这个椅子 还可以 这种关系 做得还可以 做得还可以 但你这个字缺乏一点 是什么呢 缺乏它重心的稳当 你这个撇 你这个撇 你只是往这个角度过去 你没勾上来 它的这个字的重心 你看 它是靠这个点 靠这个点支撑起来 这个字的重心 让它不倒的 你没有这个重心了 所以你这个字 再把这个部分夸大的时候 这个字的重心 就会感觉往这边倒 所以这个角度 很重要 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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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起来 好 你看 舍字的疏密关系 我们今天强调的 你看 它撇那个伸展的多厉害 而看你的字 有这种伸展吗 所以问题 还是出现在了疏密上 还是出现在了疏密上 然后你看 它的这种 它的这个林字的疏密关系 它的林字的疏密关系 这些小的笔画 它也是有疏密的 小的笔画也存在疏密 看一下 你看 我把它写大一点 首先你看 我们讲过了 它打破是怎么打破的 左短右长 而你是怎么写的 居中写 看见没有 对吧 它破平 它是怎么破的 这个往左斜 这个离得紧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松一点 疏密有了吧 二者之间的 好 轻重怎么体现呢 里边的四个点 提起来 转风 那中间就写 它怎么做的 疑症关系 上面的字是 往这边写 下边的字是 它是往这边造的 所以这个树 它没有写在 再往这边写 它是略微的 有点往右边写 提起来 然后同样又在做 疏密关系 左边紧 左边紧 离这个树紧吧 右边离这个树 你看 远 然后再把这个横切笔 那你看到这个字跟这个字用笔之间的不同吧 区别吧 你看你的字 那么样 全部都是一样的倾斜的 我把你的这个保存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你的 你看一下你的这个字写的 所以这就是不够精准 不够精致 你看 你看 我把你这几个线全部给你标注出来 知道没有 那你看一下赵孟甫的 平 斜 平 斜 平 平 平 一直在往平的方向去追 而不是往斜的方向靠 啊 这灵贴的这种精准 啊 看这个 网子也是 这个撇 极度的往外边打 你把它写成竖的 核的轻重关系 固的轻重关系 看看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还是写平了 啊 好 你现在 做下一步 你就只写这个舍字 你去只写这个舍字 把这个舍字的疏密关系做到极致 同时兼顾它的轻重关系 和横化之间的这种关系 写到你满意了 发到群里了 还要隔岩的 问题在哪儿 隔岩 在吗 在扣一 啊 再扣一 OK 你看你的 是不是同样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是 就是没有轻重和大小的差别 跟圆圆是一样的问题 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片幕写平了 看 这些跟这个字的关系 你把这个字写大了 会不会显得比这个庸字更大 这个字收到什么份上了 收到什么份上了 好 隔岩 你现在做一个动作 因为我今天把这一篇已经讲过了 核心重点已经讲过了 那么你现在做一件事 你再把这两条重新写一遍 然后再发到群里面来 然后我要求你做到的是 节奏 要对 大小要对 节奏 我讲了吧 从这个字开始 由轻到重 重延续到这儿 这儿变轻 轻轻轻轻 旁边 重重重重重重 把这个表现出来 然后发到咱们群里面 流光的 流光的 看 就你这一篇显出来 我先不说 笔画 精不精致 整体看起来 你这篇 左右之间的这种关系 拿捏的 就很好 我在看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是写到赵孟甫心里去了 而不是泛泛在写这件作品 所以你会发现 看你的作品的时候 我看第一遍 我有东西看 我第二遍 我还有东西看 你看这些名字 轻重之间关系的这种搭配 这种关系你处理得非常好 很和谐 然后格言你看一下 不是批评 然后你看一下 在看这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咱们自己有一个什么问题 是不是就写的过于的凭证了 使得整个作品的这种气息 怎么样 你现在就继续把这一步加深 这种气孔是靠什么来调节的呢 靠轻重调节 靠字的大小来调节 所以我希望你现在就继续把这一步加深 然后流光 没有问题 就按照这个方式去写 没有问题 唯一有问题的时候 就是可以把笔画再写 写得更加的精致 精致一点 好吧 可以再把笔画写得精致一点 会更好 好吧 你看你的字 笔画的连带性也非常好 方正的笔画写出来的这种感觉 也写得出来 也写得出来 非常好 我看整体 看整体 单个字 我要去细看你每个字 每个字过多或少都会有问题 我要把握的是你整体 把握的是整体 妙子你既然觉得是有问题 那你就去再改造一下问题就好了 好吧 去改造 你能发现的问题 你尽量自己就去 先去解决掉 整体上我觉得这种气象 这种气息 是非常适合赵孟福的 是跟赵孟福非常契合的 这就很好了 这就很好了 啊 啊 啊 让的 啊 让的 啊 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哎 这种 这种笔画的这种调调 有了 啊 笔画的这种调性 有了 感觉有了 啊 感觉有了 但是你细看啊 你细看啊 你细看他整个的这些作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会发现 你的行间距把它拉得太开了 看见没有 太过独立了 啊 就每个字 你像这些地方 再要细的去看 这些地方还是可以收紧的 还是可以收得更紧的 这些地方 啊 啊 但这个拥字也是 还是可以收紧一点点的 比如说这种收紧是笔画的结构 就是单字的结构 你还可以收紧一点点的 啊 用笔好很多了 啊 前两天这种方正的感觉 你像这种方的感觉 你不是写得出来了吗 这种方的感觉不就写出来了吗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有进步的呀 啊 这种方的感觉能写出来 也是不错的呀 啊 也是不错的 好 那么这是你的作业啊 整体还可以 还可以 啊 好 然后其他群里面 没看到有作业了啊 没看到有作业了 VP 都没看到有作业了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啥问题 有作业的 还有没有 大家有问题的地方 啊 有问题的地方 把问题打在咱们的公平上 大家得 提出问题来啊 得有问题 要有问题意识 没有问题的 那我就默认 大家都掌握了啊 默认大家 就是我们 我教的东西 大家都体会到了 都能够掌握了 那接下来啊 我等三个朋友 我布置作业的三个朋友 第一个是 格言 第二个是 海上 啊 还有一个是谁来着 忘了 呃 刚刚是谁 我忘了 我等 我布置了三个朋友的作业啊 我布置了三个朋友的作业 呃 看一下 我翻一下谁的作业啊 隔岩 啊 支威 隔岩 支威和海上部落 我布置了这三个同学的作业啊 我检查完你们的作业 我就下播了 明天教是吧 啊 好嘞 啊 七七九四 啊 七七九四 你看看 你的字 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中公散 你要 你要么就把字 字间距把它缩小一点啊 隔别折 折这么大就行了呀 不一定要把 把字写大呀 你字就这么大 你把字间距缩小 把自己 字之间的间距 写紧一点就好了 啊 七七九四 你的重要的问题是 把字写散了 中公紧缩的感觉 没有了 啊 你看你这个妙子 就不是往横向走的 看见没有 你看你 你这个重 你看你这个重 它下边 收得很紧 而咱们把它写散了 啊 重点在于哪呢 重点在于这一笔 啊 重点是这一笔 这一笔 你打得太开了 短一点 再短一点 再长一点 这个字的中 功不能散 啊 中功不能散 白天说的 以抚养 已经刚刚 刚刚我讲这个问题 刚刚讲 这儿不是已经讲了吗 它的字就是这个 这个不就是抚养吗 再次证明你上课没有认真 这儿不就是 阳起来的 这不就是往下凹的吗 它不是两个平行 这就是抚养啊 这就是抚养啊 好吗 然后注意一下这个字的重心问题啊 像这些字 这些 这些支 你重心 得把它 拉回来 你不能让它 这个地方 平化 平化 宽解 成平式 不是往仰式 这个地方过来 这个字要写好 这俩要有 夹角 这个夹角要小 再往下 这个夹角可以大一点 你得把这个字写正了 写正了 你看 包括你这个坐字也是 包括你这个坐字也是 你看 把它写散了 他这个两个点画 这个点画还是取得平式 这个点画才取得向下式 你这一块 中宫不能散 你看你写的 中宫散掉了 中间这两块太大了 看见没有 你的字的核心的问题在于 这散了 你包括这个名字 它压得很紧 中间中段压得很紧 这是个很漂亮的字 中段压得很紧 你的散了 你的问题是散了 舍字 你看一下 支威的舍字 你是对照着铁去写的吗 你是看着这个铁去写的吗 是看着这个铁去写的吗 你是不是看着这个铁去写的 是啊 你看这个铁那 这两个铁那 它增强它的横式 是往外走的 往外走 这个笔画也是往外走的 它这个帐篷 是撑起来的 然后你看 它的用笔的入纸的角度 怎么把它细节体现出来 这个的入纸 笔画的形 跟这个的一样吗 它俩是一样的吗 你看一下 它是从哪个角度进入进去的 有点草率 有点草率的 这个字还没有写到精髓 字这样的 字这样的 整体还可以 还可以 你看 你的字 明显有一点点受唐凯的影响 这个字的重心压的还不够低 名字的重心压的还不够低 它是左高右低 降下来 重心压的还不够低 还得把重心压下去 然后这种对比关系 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你看 支跟庸的 这两个字的这种比例关系 轻重关系 它是它的多少 把它做出来 好吧 写平了 还显得平 整体的这种节奏感 还显得平了一点 还显得平了一点 我觉得 我觉得刘光今天的这种节奏 是非常好的 这种节奏是非常好的 轻重 感觉 大小 感觉 这样的错落 这种感觉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有了这些东西 参合进来之后 你这个字的 这种 这种 精神面貌 一下子就体验起来了 所以这个作业 刘光今天的任务满分 满分 做得非常好 好 我在 那个谁 之威作业交了 然后完了之后 海上说明天交 然后我还有一个任务 布置了隔岩的 还有隔岩 隔岩的作业OK了没有 隔岩的作业如果OK了就交一下 如果 好嘞 好嘞 我等你一下 稍微等你一下 我布置的作业 我说检查 我肯定会把你们三个人的作业都检查完了之后 我再下播 然后其他的朋友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没有问题 我就稍微等一下 这个我们隔岩的作业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